美国通污门事件不断发酵 那现在国会已经就总统弹劾调查 发出了首张传票 相关的听证会还有作证呢 预计下个星期将会开始了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知道 自己被启动弹劾调查之后呢 也是气得直跳脚啊 除了指控这是对他的政治迫害之外呢 还把炮口对准他的这位 潜在的总统候选人竞争对手拜登 那在推特发文 说拜登在当副总统的时候啊 强迫乌克兰总统 让他的儿子在乌克兰获得数百万美元 那之后也从中国那边掠夺了数百万美元 还说啊这个很糟糕 bad 那这些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总统调查的 正是这些他口中的黑材料 有人指控 2014年当拜登 还是美国副总统的时候 那拜登以他当时候的副总统身份呢 要求乌克兰解雇 当时他们的这个最高检察官 而这名检察官当时候呢 正在调查乌克兰天然气公司 布里斯玛控股的这个腐败案 那么巧啊 拜登的小儿子亨特 也正正是这一家公司的董事 但是亨特最终没有收到任何的指控 因此就传出了包庇嫌疑 那这件事情呢 在2014年的时候 曾经一度成为了美国媒体的头条新闻 不过后来一直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 那针对特朗普又就是重提 昨天美国前副总统也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这一个拜登呢 在拉斯维加斯举行2020年总统大选的竞选集会时 在通屋门事件曝光以来 首度公开回应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昨天在他总统大选的一场集会上发表演讲时 把炮口对准特朗普 指特朗普违背了他的宣誓誓言 把国家安全置于危险的境地 并且滥用职权 利用纳税人的钱来劝说外国领导人 再一次干预总统大选 接着拜登还自嘲地说 他之所以会成为剑靶 是因为大多数民调显示 他领先特朗普10至15个百分点 所以他才会被特朗普盯上 那这一点他完全不感到意外 拜登还表示 特朗普就职时继承了前任政府 遗留下来的强大经济 就如同他的人生 也是继承了家族财富一样 但如今他却肆意挥霍美国的经济 那这一边乡 拜登火力全开反击特朗普 而另一边乡 陷入弹劾风波的特朗普 也是没有闲着 昨天他透过自己的推特 发布了一支录影片段 那里头他对支持者表示 美国现在正处于危险之中 而美国的权力 正受到民主党人的威胁 特朗普说 民主党人想要夺走你们的枪支 他们想要夺走你们的医疗保健 他们想要夺走你们的选票 他们想要夺走你们的自由 而我们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那之后特朗普还把自己被弹劾的事情 形容为国家的灾难 说国家目前处于危险当中 还说民主党之所以要阻止他 是因为他在为人民而战 而有分析指出 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布的这一段视频 某种程度上凸显了白宫 在民主党议员们积极进入弹劾调查时 面对了一定的压力 而特朗普在上赛了这段视频之后呢 又发推文说 弹劾调查是一场政治迫害 并表示负责弹劾调查的民主党议员西夫 就是诽谤了他 应该要从国会辞职 那么特朗普这次随时可能被弹劾 美国民众又怎么看呢 那主导这次弹劾程序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就表示 在他们公布了告密者的信件内容 还有通污门事件的内通关键电话内容之后呢 很明显的民间对弹劾特朗普的风向开始改变了 那现在有更多民众支持弹劾特朗普 根据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和美国公共电视网最新公布的民调 大约49%的美国民众呢 支持众议院对总统特朗普进行弹劾调查 民调同时也显示 超过七成的美国民众呢 极其关注这次弹劾调查的进展 佩洛西说 在看到告密者的爆料内容 总警察署的报告 还有白宫官员介入隐瞒这件事情之后呢 美国人民呢 已经有了不同的决定了 请不吝点赞 松上